我們今天來到台中的高鐵站這邊 你是不是晚上也睡不著覺 那你一定要來試這一顆石墨溪醫療級的枕頭 第一則留言有優惠價喔 現在我們在台中高鐵站 這個是台中高鐵 這個是捷運的烏日站 還有台鐵的新烏日站 這個是小當家 小當家 這個地方上面寫說 有什麼中部規模最大的五星級飯店 這個大家應該耳有所聞 就是說 目前台中的高鐵站這邊 有一個全台灣最大的一個百貨購物中心 台中娛樂城 你看這片土地全部都要幹 這一整片都是 那裡面會涵蓋什麼呢 購物中心 再來就是五星級酒店 電影院 隨著你想到的都有 理石階的全部都有 所以他這邊寫一個全台最大的百貨購物中心 即將在此展開 然後這裡還寫一個中部最大規模的五星級國際酒店 就是說 他要開比金錢爆還大間的酒店 是不是 那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不是那種嗎 我算是金錢爆要過大營業 有電就是像那種五星級飯店那種 四兒頓時來燈那種 所以他剛好就在高鐵站的正前方 要開一個購物中心還有那個飯店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來是要來看偉大的願景還是什麼 這已經不是願景了 這已經是既有的一定會蓋的一個區域 那以現在啊 整個台灣的那種高鐵 比較大的站啊 目前房價最便宜就是台中 台中房價最便宜 目前的狀況 台中高鐵 沒錯台中高鐵 那所以這邊沒有房子 這裡看起來全部都是這種空地啊 有房子嗎 它的後邊那裡有 但是有一個地點最特殊的地方 我覺得是應該是這一區地點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後面那個設計 喔 你說後面這個喔 對啊 喔呦 地點真的很夢幻 超夢幻 所以它叫夢幻城 夢幻城喔 沒錯 這個好像是網紅發哥的案子 沒錯 發哥的案子 發哥的案子長得都有點像 從北到南都長這樣 所以可以進去看嗎 可以 那你先去溝通一下吧 OK 好 嘿 進來了 欸 這樣講 這是什麼房型啊 兩房的 兩房 因為西武發這裡好像就只 夢幻城這個社區 它只有兩房 跟三房 那它當然每一個 兩房跟三房 它的大小會略有不同 喔 沒錯 喔 這個 根本就 是八哥的格局 好像不用看耶 它是複製的 長得一模一樣 沒錯 我們前幾個 前兩個禮拜 在桃園清浦高鐵站那邊 也看到一個 一模一樣 這格局一模一樣 可能連坪數都一樣 哈哈 好 那我們來好好的看一下 這個大門一進來 它應該是標配電子鎖 然後因為夢幻城它這個本身 它的戶數比較多 所以它整個外面 因為現在這個算是公社都比較難能夠拍攝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拍外面 但是看出去就是有一點像飯店那種感覺 然後大廳的公社還有整個大廳的氛圍做得非常好 這也是八哥的特色 就是它房間雖然不是很大 可是它的公社做得非常完整非常的漂亮 這也是未來的趨勢 那進來以後這個電子鎖進來有一個區域 這個是它的有做一點小小的裝潢 這是系統櫃 鞋櫃在這裡 現在目前屋主是這樣子 這是這樣 這個邊是做放一些鑰匙 這個怎麼開 這個門是固定做屎的 可以放進去再推進去 小空間就是這樣 空間小就需要說做一些巧思 因為我覺得這樣裝潢起來之後 會有一點小小的溫馨感 然後這個 房子現在真的很貴 所以不能太大錢 沒辦法太大錢 這個大概兩米半左右的面寬 然後它有做一個跳色 就是這個 就是做那種乳膠漆 這家天花板是白色 藍色跟白色 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你這樣子看就是客廳大概是這樣子 一進來就是客廳 然後轉過來這邊就餐廳跟廚房 餐廳的部分就是因為它的設計的關係 它這等於是進來左邊右邊 完全百分之百平效利用 所以沒有走道 沒有任何走道 所以就變成說你的廚房只能往這邊放 廚房往這邊放 如果你廚房不是放這邊 那你抽油煙機就是變成 如果廚房在那裡的話 抽油煙機就必須拉一個管道間 比較麻煩 那目前它這個就抽油煙機放這邊 然後管道間拉到外面 這邊是後陽台 大概也只能這樣設計 所以你會發現全台灣的發哥 很多的比例是這樣做的 那它的這個餐廳的部分 這個是它的餐桌 餐桌 餐桌 也可以當背餐台小鐘島 然後有在泡咖啡 這個咖啡 然後電器櫃 那這個是移動式的 那不是做實的 那這一套也是一樣 全台灣的發哥都用這個櫻花的三機 Spago的這個 其實這也是櫻花的 那還有它的這一台櫻花的除下型 順熱型的濾水器在家 這個冷熱的 大概是這樣子 全台灣都是這樣子 那它這個看出去 它就是跟隔壁的洞去很近 大概八米十十米左右吧 所以我們之前有去看過發哥的一些房子 也是這樣子 大概是 這個是它的後陽台 現在有曬一些衣服 有衣服 那我們就這樣子 大概發哥的格局 那邊會有一台冷氣 主機 而且有烤漆 烤成跟它那個欄杆顏色是一樣的 大概都差不多 有興趣可以去看我們其他的 那個廣紅發哥的案子 就是一樣 然後我們過來 他這裡有弄一個音響 音響 這玩笑的 年輕人 年輕人 他有鞋櫃 結果他這邊弄一個鞋 放鞋子的地方 嘿嘿 這個是他的 算是 算是廁所 廁所 大概也都類似 只是比較特別是 他這個 這個蓮蓬頭是在這邊 一般我們看到的蓮蓬頭 會在那一邊 他本來是有浴缸 分上各邊 哦 本來這裡有一個浴缸 對對對 夢望城之前我有屋主分享過 有一個浴缸 沒錯 然後發哥是廁所都沒有配免治嗎 現在不是免治馬桶是標準嗎 就發哥沒配是不是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沒配 然後日曆的冷氣應該是發哥標配的 好像他之前有一些案子還還送冷氣 冷氣冰箱還有洗衣機 桃園那個高鐵站就送冷氣冰箱洗衣機 這個應該是只有送冷氣吧 對 日曆的冷氣 之前的有送更多 我有聽過送更多的 送更多的 好讓我們看一下 兩間房間嘛 兩房的 這間比較小一點 這間是他 幾乎一模一樣啊 這我們上次去看那個 七奇那個什麼 什麼案子有沒有 博克來 博士博士 也都長這樣 所以很有既視感 所以這樣子就買這個就好 幹嘛買七奇 差很大咧 這個比那個便宜很多啊 而且這裡交通便利 交通便利 然後小當家住這裡 沒錯 可以早上喝咖啡 晚上睡不著覺 有人可以喝咖啡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間 這是他的主臥室 那目前就是屋主 好像兩個人住這邊嘛 兩條棉被 這邊是床 那我們一般看到的很多人是床是放在這邊 就是他是對窗 但是因為他的動 可能動具比較近一點 所以有一些隱私的問題 他就把這個書桌往外推 然後一些衣櫃啦 然後這邊就坐在 坐在就是靠窗的這邊 然後這邊是整排的 算是他的收納還有書櫃 這個書桌 那床的部分就設計在靠牆的這邊 然後裡面是也有一些收納空間在裡面 就是他系統櫃 說做多也沒有做很多 但是都是實用的系統櫃 那這邊還有一個走道可以走進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其實八哥的這個格局呢 我們從北到南看到 南邊我們去台南看 他也是長這樣 然後北部 我們去北投那邊看他一個很貴 一瓶七八十萬的 也是長這樣 所以 你可以改一下嗎 下一代換一下 剩的東西也一樣 我是覺得他們是大規模 而且所有的 可能這樣子的格局 一定是 這種比較多戶型裡面 它畫出來是比較適合居住 因為 畢竟你的世界空間 比較沒那麼大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坪數運用的更大 這個是需要一些技巧 他的技巧還不錯 你看 沒有走道 完完全全的利用 現在新的一些兩房 也基本上都是這樣規劃 像寶佳做的那個 有一些走道 有些人覺得有點浪費 那現在大家也比較不care 不會這麼在意說 有沒有建造啊 穿堂啊 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也會慢慢的變成未來的主流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的格局 兩個人住也不會太急 也蠻舒服的 這個你要住五個人也可以 五個人太急了 就睡沙發就好了 太急了 OK 好 那我們好好分享一下這個房間 這個地方 就剛好在高鐵站前 直接在高鐵的月台 就可以看到你家 沒錯 這個從台北要回台中的時候 或者是 從台北 就是要 你的朋友在台北說 你住台中就 你快到站的時候 往右邊看 就會看到你家 就會看到我家 我怎麼搞啊 看到這一棟就知道 而且 你住這裡 建車都不願意載你 為什麼 因為載了就搞啊 用走了就搞 對 所以三鐵共構 而且高速公路 每次經過烏日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一棟 夢幻村 就在它旁邊 而且這裡啊 剛好有幾個交流道 跟大家分享 國道一號 交流道 旁邊 國道三號 旁邊 74線 快速道路 也是旁邊 所以除了三鐵共構 還有三條高速公路 二高一塊 二高一塊 我相信應該好像全台灣找不到 這樣的交通 匯集的地方 匯集的地方 而且它除了去七崎 台中市 市區進 去彰化也進 哇 過一條橋就夠了 這樣是要賣多少 我們好好來介紹一下 這個坪數幾坪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沒有車位 還沒有車位 沒有車位 本來買兩戶一個車位 但是另外一戶賣掉了 含車位賣掉 是怎麼樣 連這一戶也要一起賣 這一戶也要賣掉 但是沒有車位 沒有車位的優點 因為有些人不需要車位 有些人需要 反正看人 真的是看人需求 那以這一戶來講 它的總建坪是 23.41坪 23坪 現在23坪 就是現在兩房 已經都差不多是這個坪數了 我們現在從北到南 只要看到 八哥的案子 大概都是23到25之間 那它室內空間大概14坪 這組建加附屬大概15坪左右 那這樣子的話 23坪沒有車位屋主 開價多少錢 看一下 1068 168 1068 1068 我剛剛有跟那個 跟屋主聊了一下 他說 好 如果來有生意 那價錢可以給你摸它 什麼意思 就是你來看再說 有的談 沒錯 就是當然 早期他們 預售的時候買的 有一些真的是 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 在幾年前 它也不是這麼熱鬧 很多事情都還沒確定之前 什麼高鐵於熱城啊 或者是那個 有一些基礎建設 重大建設還沒 還沒確定之前 當然它的價格 就沒有像現在這麼 這麼好 而且這幾年真的 全台灣都在漲 也不是只有這邊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它這個管理已經進入狀況了 然後它有做一些 基本的裝修 雖然不是說做的很多 或做的很高級 但是你進來一卡皮箱 就可以全部都完成 對而且像這樣子的房型 出租都可以租到 兩萬二到兩萬三週 已經有租客了是不是 馬上其實 馬上就有租客 這裡我蠻熟悉的 租建的價格大概是落在哪裡 我蠻熟悉的 那這樣子投資報酬率 大概兩三趴對不對 這樣子算好嗎 普通 但是如果你以那個 拿出來的現金去儲 就會蠻高 有一種就是有點槓桿 有機會我們再分享 那如果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參考右下方的聯絡方式 直接跟小楊的聯絡 直接來這邊看一下房子 然後格局空間喜不喜歡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分享買房心的 或者是裝潢新的 歡迎跟我聯絡 低著留言優惡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手 也歡迎找小楊家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不怕不冒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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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